惠惠好 各位听众好 金明大哥好 那我们先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作者李爱玲 李爱玲他有 这样金明大哥刚刚说的 他有专业的心理师资格 这是他第二本书 那我们出版他第一本书是 此生俱散你要敢爱敢当 那李爱玲他出这些书以后 他已经连续两年在大陆的 一个网路的平台 图书网站当当网 2017年2018年连续两年 都当选影响力作家 是很厉害的 那他其实他是 他是一个职业妇女 然后工作当然很忙碌 是高阶主管 然后他也是一个妻子 也有一个八九岁的小孩 那他为什么会写出 这样子的书呢 因为其实他现在是一个 外形较好的一个女人 三十几岁的一个女人 感觉好像是人生职场 生活等等都很得意 可是他其实 以前在年轻的时候 也自卑过 甚至更小的时候 被他妈妈嫌长得丑 长得胖 然后他在年轻的时候 也是离家 离开家到另外一个城市 去工作 工作了很多年 经过了远距离的爱情 然后结婚以后 生了小孩 得了产后忧郁症 然后甚至有三次吧 甚至把那离婚协处 都拿出来 只差没签字了 所以他人生是经过 很多的低潮 然后再加上 他开了一个粉丝页之后 听到了很多女性读者 给他很多的回响 提出人生的困惑 他把这些 集结了一百万粉丝的 这些读者的困惑的精华 还有他的 这些一些故事的心得 全部都写在这本书里面 我这次看他的文章发现 其实他过去也并不是那么完美 对不对 也是在很多错误中学习 包括他的脾气非常暴躁 然后他有时候也会非常 气恨他的老公 为什么男生好像就比较直肠子 或者是比较迟钝 对啊对 像他书里面有一篇故事叫做 一念女王一念怨妇 那个就是说他有一次 就是刚刚说 其中有一次他真的闹到要离婚 跟他老公大吵 而且是一段维持很长一段时间 他离婚协议書都带在身边 对 然后找朋友诉苦啊 然后常常找朋友诉苦 后来朋友就跟他说 你这样其实是跟自己过不去 那你如果一直还待在 这个婚姻关系里面的话 你就要去思考啊 那我如果要继续留在这里 那我重要的是 就是要解决问题 去面对问题 他说 所以他说所谓的女王 女王其实就是为自我负责 自我担当 对 然后怨妇的话 他永远都是受害者心态 就是我是为了你 或是都是你害我这样的 而其实 这也是这一本书的一个主题 是 他会说 他里面也有讲到一个例子 就是 有少数的男性的读者 也有写信给他 问他问题 而男性读者问的常常都是 我要怎么追到那个女孩 我要怎么样跟那个女人分手 可是总括起来 很多女性读者问的问题 其实是 他怎么能这么对我 他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我要怎么样才能让他回心转移 从这边就可以看见了 男人的一个问题 常常都是把自己当成一个主词 而女人常常都是在问 他怎么办 他怎么办 那这个其实就是 他的主张就是 你改变一个字 把他变成我 我自己的决定 我自己来负责 就是有时候你会想说 他爱不爱我 或他要不要我 你应该想说 那你到底要不要他 把那个名词改掉之后 你就会想清楚你要的未来 我要不要他 然后这个问题我要怎么解决 对对对 或者是我要不要为他 继续投资这样的感情 其实有时候感情到了一个程度 就好像 大家都会有那种沉默成本理论 对不对 就是很不甘愿 我已经投入这么多了 我不甘心放手 我不甘心离开 可是其实只是越丢越多 你如果不真正去面对 不去思考说 我要继续留在这里 那我要怎么留 或是我要离开 我要做好 怎么样准备离开 如果不去做出这样子决定的话 不为人生 自己的人生做出决定 做出一个选择 然后把这个选择变得好的话 那你永远都只是 一直在投入投入投入 而且他里面有讲到一篇 这个越女王的人才能越少女 就是说表面上看起来很厉害的女性 其实每一个人都有少女的心 对 他那时候应该是二十几岁 刚刚几面几村工作 对还是一个职场的菜鸟 有一个他很崇拜的一个职场大姐 是一个高阶主管 就是一个很女王 很厉害 事业上很厉害的一个女性 那有一次他们一起出差 晚上到了在饭店的房间里面 两个人聊开了 他就发现这个大姐 拿出了一个化妆包 跟他一样的 这边说越女王越少女就是 我在外面我可以担起很多的责任 但是我的内心 我永远都不要忘记 我内心那个柔软的一面 内心还是一个小女人 对 其实这是我们女人的一个特点 也是我们女人 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地方 包括他讲了说 他还看到一些 在演艺圈非常有名的人 其实他们内心 其实都有他自己的少女性 对对对 他是有讲到一个 比如说刘嘉玲 然后还有 刘嘉玲他讲说 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他配不配得上梁朝伟 可是刘嘉玲就一副 就是我自己的选择 我的决定这样子 完全不被大家舆论所影响 对 然后还有一个女明星就说 我为什么要做别人喜欢的女人 而不是做我自己喜欢的女人 那还有一篇他讲到 要能赚也要会花对不对 对对对 这个也是一个一种女王的性格 就是你花钱有时候是为了自己投资 并不是所谓的败家这样子 对没错 其实就是 女人很重要的一个是要经济独立 我们不一定要钱赚多少 可是要能够独立 那这个经济独立 其实他有讲到 女人的经济独立 可是我不一定赚很多钱 可是我那个有一个基本的经济独立 那这个很重要 是因为这让我们不必因为钱而接受不爱的 也不必因为钱而离开不爱的 而且我发现他这个好几篇的文章 其实标题都非常耸动对不对 就让你觉得说 哇这个文章到底写什么很想看 包括有一篇讲说 让强大的女人活得很好就是替天行道 哇这个实在太强的一个字眼 对啊 他其实很多的 每一篇应该说每一篇文章的标题 我觉得光是标题就非常的打动人心 比如说他说有一个 爱情中比穷更可怕的是 男人没有担当 这个其实我想 这句话真的打到很多女人的心坎里去了 就是男人可以穷 可是如果男人没担当的话更糟糕 对 然后李爱玲在这篇里面也写说 给不了你现在的男人 也给不了你未来 给不了你现在 自然就给不了你未来 反正现在没担当 以后就更没有担当 不用寄托还有什么未来 对 你不用指望他会突然变好 或变得很有承担 是 我发现里面他的先生虽然文章有时候会带到 可是好像都是淡淡的 就是他好像就有一种那种淡个画质的那种哲学 有时候反而李爱玲比较急躁 但是在这急躁中 他慢慢也学到一些 两人之间相处的一些新的模式 对 其实就是 他的先生在李爱玲的描述里面 可以说是直男吧 对 就是不是那么就是一个工程师 然后不是那么敏锐敏感的 可是李爱玲有写到 就是他当初 他有一天收拾家里的时候 翻到了一张他先生写的一个小小的计划表 那个是他们远距离恋爱了大概十多年 最后李爱玲终于决定要跟先生结婚的时候 先生写的一个计划表 就是把他们很详细的列出来 他们结婚以后 两个人如果要在共同一个城市里生活 然后可能需要哪些条件 需要什么样子 就等于是大概十年计划都做好了 嗯哼哼 所以他现在虽然是比较平凡朴实的一个 然后也说不了什么甜言蜜语 但是其实是可靠的 对 他是脚踏实地的 所以这样就发现其实女生有时候并不是挑男生穷 而是因为你到底有没有对他对两个人的关系做一个计划跟未来这样子 对然后其实其实两个人相处也都是慢慢去慢慢去磨合的 那他里面还有讲到一个有一句他说 李爱琳说他主张男人如衣服 可是并不是说我见一个爱一个 并不是说我见一件穿一件 而是说就像我们女人买衣服 年轻的时候买了很多衣服都不适合自己 挂在衣柜里没穿过 可是慢慢的慢慢的 我们会当我们越来越了解自己之后 我所选择的衣服 其实都是能够称得上我的 我们彼此是能够相配的 所以他所主张的男人如衣服也就是这样子 当你越了解自己 先学会与自己相爱 你就能够找到一个跟你相配 跟你匹配的人的对象 有时候买衣服你会因为特价你就先买 反正你说总有一天会穿得到 可是其实你真的不会需要用到它 对女人很容易穿 像李爱琳就说 他衣柜里面年轻的时候 也是有一件bling bling的小礼服 从来也没穿过 类似像这样子的 还有一点我觉得我特别要提出来的 他有写到说 女人为难女人 可是却让男人轻易的逃避了这个担当 而变成女人相争 男人在旁边亮着没事 比如说婆媳之争 婆媳之争其实都是 是因为夹在中间那个男人 他没有处理好 然后还有正宫和小三 其实也是因为那个男人 他为什么会有这个正宫 为什么又会有小三 还有职场妈妈和全职妈妈 像这些 女人之间有时候互看不顺眼 互相去斗争 其实很多的起源都是因为男人 没有讲清楚 或是男人没有把关系处理好 对对 所以他说女人和女人之间不是天敌 我们是战友 应该是要一起活成更好的样子 所以他说他很讨厌看到什么小三 正宫打小三那种影片就是 对啊那种新闻他就跟朋友说 我们不要传给我 我不看 很多人很爱这种八卦就对 其实那就是女人在为男女人这样的一个例子 对或者是有的 现在越来越多大龄女子独生嘛 那可能有些女性也会酸言酸语说 你年纪这么大不赶快结一结 其实他里面有说到 别人在讲你的话 其实有时候是他们害怕自己未来变成那样 好那里面有一个文章呢 他讲到这个女人嫁一次其实是等于结三次婚了 为什么嫁一次会变成结三次婚 就是会有三种相处模式对不对 他讲这个这三阶段其实蛮有意思的 第一次是跟你爱的人结婚 他这边讲到一个啊 李爱玲说他跟他老公还在恋爱的时候 有一次他在衣橱前面修持衣服整理半天 然后那他男朋友就觉得很感动 然后就就说我一定要早点把你娶回家 那当时的年轻人李爱玲也感动到不行 就两个人相亲相爱这样子 说我们一定要我们一定要赶快结婚 然后我只在这灯光下帮你叠衣服 可是现在回头看 他说他自己那时候脑袋大概被挤掉 就是脑袋坏了 其实就是这样子 我们第一次结婚就是跟爱的人结婚 可是结婚之后呢 真正的磨合才开始 第二次就是跟他的习惯结婚 是真的很多男生那种习惯在约会的时候都看不出来 对其实男性女性彼此都是 就是真的日常相处之后 你的各种生活习惯才看得到嘛 才会凸显出来我们到底是合不合 但是这个真的结了婚之后就算所谓的不合 其实也都是慢慢慢慢去调和 所谓的磨合越来越圆融 契合在一起 然后第三次结婚就是跟对方的家庭背景结婚 你不是跟这个男人女人结婚而已 你是跟他的整个家族 公公婆婆 岳父岳母 小叔 什么小姑 周里等等的 所以他背后的那整个的庞大的家族背景 你也是要慢慢去 慢慢去协调 慢慢去相处的 就是当你结婚就不是只有完全 只有你们两个人的世界就对了 对 背后带着很多家庭习惯跟一些生活习惯 对所以像这本书它其实从 从爱情也好 从你的这个 或者是在谈恋爱时期 或者是像这篇从婚后 你的婚后的整个现实 他都提到了 那慧伟跟我们讲一下 在这一本书里面 有没有一些大陆读者的一些回应 好啊 其实有蛮多的 在各种网络试点上面 都有看到很多则 比如说有一个读者 他说他从这本书里面 从他作品里面 他提醒到的就是 其实任何人都靠不住 而且常常还有人需要依靠我们 是 所以永远保持自我成长 和自我增值 增加自己的价值 才是拥有美好生活的一个动力 然后也有读者 回应是说 他体会到的是 无论你是女孩还是女人 都要学会生活 用心去体验自己的人生 然后其实很多读者 共同的领会都是 我们要相信自己的价值 其实李爱玲的书 像黄大米 黄大米推荐 之前就有推荐过 他说李爱玲的书 会让女生变强大 是 然后还有临床心理师洪培云 他也为我们这一本书写了推荐序 他说李爱玲的书 它是女人一个自我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心法 深厚的心法 他写的推荐序的这个标题是 所有女人都当活成女神 其实这就是完全点出了这本书的一个精辟的主旨 对 包括你们标题讲可揉可强 是少女也是女王这样子 对 好 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宝萍文化编辑 为大家介绍这本书 然后李爱玲所写的 有人在错的爱情里枯萎 有人在对的人身边盛放 谢谢 谢谢 谢谢